好 接下来看的是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是A1、2 A2 所以我们要用A2 所以一样在层次这边 我们要去启用 类比角位A2当作输入 好 然后我们一样去可以读取A2的词 好 那所以我这变数也可以不要了 对 刚刚说就是你要看到那个输入感测器的值 除了用说之外 因为说的话呢 它会在这边有一个数字 可是说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 所以当你要用两个以上的输入 你这个说到底要说谁 就没办法使用 所以我们就会用变数 我们就会用变数 因为你做每一个变数 它都可以在这里显示 那所以超过两个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变数 那变数怎么处理 大概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三变 好 我就是直接新增一个变数 制作一个变数 然后呢 A2是麦克风嘛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用声音当作名字 音量 我用音量当作它的名字 好 那这边就会显示音量 除非你把勾勾拿掉 好 那所以呢 我在这边我就不用说了 就不再用说了 我就用什么 我就设定变数音量为多少 就把这个值丢进来 那所以呢 他就会一直去侦测 麦克风的数字多少 然后丢进变数 那因为变数随时会在这边呈现 所以你都看得到它的数字 十个就做十个 这样懂意思吗 就看得到它的数字 好 所以你现在 我当我按律期一开始执行之后 这个数字就会跳 然后我环境越小声 它就数字越小 环境越大声 环境越大声 它的数字就越大 那最大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好几百 最大到好几百 那我在想 它这个应该也是到1023 0到1023 因为它的那个 什么ADAC 还有ADC的那个 数 类比转数位的那个晶片 大概都是一样的 不是8位元 就16位元 所以0到1023 应该都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极限就是0到1023 好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数字就代表 现在它收到的环境的声音的 音量的大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我现在把那个跳线跳回来 我现在用RGB 的颜色 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舞会里面 那舞会的那个灯 不是都会随着节奏跳吗 节奏 它会跳在那个节奏的点上面 那怎么处理 好 我们先让它 我们要控制灯 先把这个数位的接角 装 做起来 5、6、9 输 PWM 因为我要控制全彩 5、6、9 好 所以我把那个控制灯的部分也启用了 然后我要去点灯 那点灯呢 数位输出 然后 不是 是类比输出 我先啊 模拟类比输出的量 然后也是5、6、9 5号、6号、9号 那跟刚刚不一样的呢 是这一次的亮度 它们亮度0到255呢 我不要给固定 我在运算这边 这里有随机取数 然后我最小是0 0就是关灯 最大就是255 就是全亮 我用这一个 让电脑自己挑数字 每一次执行 它电脑就会挑一个数字 红色挑多少 蓝色挑多少 绿色挑多少 我也不知道 电脑自己挑 好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 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都还没有用到输入 我就让它自己乱跳而已 那为了怕那个太快 我让它等待个0.1秒 所以我每0.1秒会换一次灯 颜色每次都不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点了绿旗直席 有没有看到颜色一直变 每0.1秒就变一次 每0.1秒就变一次 这个叫做乱速 乱速 电脑取乱速 好 那如果说 我想要把它敲在节奏上 那有的人 比较简单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当我的声音 最大声的时候 然后从大声跳回小声的时候 就是那个节奏的点上面 对不对 好 那我先讲简单的 简单的就是你的声音 就是我们把这个声音 去做判断 把这个声音做判断 那如果 如果这个声音大于某一个数字 所以我把这个拿来做判断 好 我把它拿来做判断 那我刚刚 我刚刚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多少 我刚刚讲话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把它 先看一下 喂喂喂 好 假设 我现在是用最笨的方法 然后假设它大于50 大于50 我就让它去变颜色 好 所以我就让它大于50 好 所以我大于50 我就做变颜色的动作 这样各位懂意思吗 声音大于50 火柴变颜色 现在没事 声音都这么大 我换一下好了 不要50 30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层次在执行中 现在没有颜色 对不对 喂喂 它换一个颜色 对不对 我只要讲话 都够大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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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换一个颜色 好 这个就 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根据节奏 去变化 可是这个没有那么精准 那什么 怎么样才会精准 怎么样才会精准 来看往这边 来看往这边 看往看 刚刚我们是设定 假设这个地方是300 那高于300 它就一直换 一直换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讲话 如果很小声 它就不换 高于300 它就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 换到你低于300 它就固定那个颜色 这样的方式 虽然声音大会换颜色 可是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在节奏上面 好像不是 对不对 那什么情况才有办法 让它在节奏上 什么叫节奏 就是你听那个 音乐的时候 那个最大声的那一个 像我们听那个琴进去 那个 那个 对不对 那个灯就是节奏的 节奏点 那 那个节奏点通常 它比较大声 然后再来就会小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抓那个节奏点 应该是 大声 小声 那一刹那 从大声 往小声 跳的那一刹那 那个就是节奏点 对不对 那一点怎么抓 那一点要怎么抓 你要比较 比较一个东西 东西是大还是小 你是不是要两个数字才能比较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一直去抓数字 一直去抓数字 抓A 抓B 抓A 抓B 抓A 抓B 比如说每0.01秒 我就抓一次A 再下一个0.01秒就抓成B 再下一个0.01秒抓成A 然后我就一直去比较A跟B 一直去比较A跟B 那如果说 这两个数字 变小了 现在测到的数字 跟上一个数字 它变小了 那是不是代表它是掉下来的那一点 一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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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从大变小 从大变小 是不是就是节奏 变化的那一个点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就可以比较准确去抓那个东西 好 那那个东西到底怎么抓 留给你们当作业好不好 毕竟你们要比赛 好 那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 你有一个 你这个资料 你这个资料读进来之后 你等一点点时间 然后再去做比较 那比较的 比较什么呢 这个是现在抓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刚刚抓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刚刚抓的东西 对不对 这是刚刚已经抓的 设定进来的嘛 所以这个是刚刚抓的 这个是现在抓的 如果现在抓的比较小 如果现在抓的比较小 那就是 它大于它咯 这样对吧 对吧 好 所以如果它大于它 那我才做变化 好 那 细化完 我没有保证一定对 我常常讲错 好 但是它现在一直在变化 对不对 因为我们声音都有大有小 所以你还可以加一个 当它大于某个固定的大声 就是 多大声音的时候 才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我再加一层 好 再加一层 如果这个声音 音量 大于 大于200支上 我才做这些判断 如果声音的200都达不到 我就当作没听到 交在这边 对吧 这样 可以啦 都可以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应该小小声的 它就不会有反应 但是大声它就会跳 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 弄一段 那个小苹果的音乐播出来 你会发现它变化灯号的时机 都会在那个节奏上面 来你们试试看 这个部分 稍对那个国小小朋友 稍微有点难 但是那个逻辑 你要清楚 知道就好 好 好 这个部分有点小难 各位先试一下 好 那如果你试了之后 那个光线的部分 也请你把它试一下 那个就留给大家自己测试 那个是侦测光线的量 那这样子 还有一个数位的按钮 红色的按钮 hay吗 还是atore岩的 彼氓 那个是个光线 然后全是喊 可以把自己的 waist sitting 好 刚刚就说 不 như 东西 很棒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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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你不要求那么精确的话 你就用最简单的 大于300我就换灯 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 没有说不行 只是那个精确度没那么高 那程式是自己写的 看你的需求程度到哪里 你自己去哪捏 那个垂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乱数不但可以决定亮度的程度 声音的大小 有时候连角位都可以使用乱数 角位 角位也可以使用乱数 发挥一下你的想像力 角位也可以使用乱数 名乱数不但未经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云数不但未经许 小型文字幕志愿者 云数不但未经许 煮辱 白菜 远数不但未经许 乳数不但未经许 餅乾 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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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肉